夫人,你马甲又掉了 作者,一路繁花 演播,一念成魔,戴小蕊 后期制作,记 第四十八集 许慎因为受伤严重被送去了医院 民警在其他人那里露口供 其他几个少年把事情说得七七八八 只有潘明月没有说话 她一直把头埋在膝盖里,谁叫也不听 看起来比秦燃还要不配合 你女儿还在里面,叫得很 不认错也不配合 她这样只能关看守所了 李民警把单子往桌子上一扔 宁静脑子一蒙 李警官,让我进去劝劝他 一个打扮得挺精明的老太太从大门口进来 一进来就嚎着嗓子 哎哟,是谁啊 到底是谁打了我的孙子 我孙儿呢,他在哪儿 宁静看到老太太就懵了 徐奶奶 他之前给秦燃找过一个小提琴老师 这徐奶奶正是徐老师的妈妈 老太太着急自己的孙子 听到宁静的声音,眯着眼睛看过来 好半赏才将人认出来 徐奶奶,有事我们慢慢商量 你们要多少钱 宁静低着头,语不择乱地低声下气 脑子直接到期了 坐牢 这会儿留下案底,绝对不行 谁要你们的钱呢 老太太尖着嗓子 又打电话给家里人 你还看什么小提琴 你儿子被人打到医院去了 你快给审静打电话 真是找死 小医室 陆赵颖又往门外看了看 摸着自己的耳钉 秦小冉怎么还没来啊 陈俊瞥了他一眼 没有说话 继续垂头翻着手中的医学书 骨节分明地手拿着笔 垂着脑袋刷刷写着 陆赵颖就撑着下巴看着他写 看你能忍到什么时候 五分钟后 陈俊抬起头 笔往旁边一放 手中的书合上 他拿出手机看了一下 上面没显示任何新消息 还是十几分钟前 亲眼发的那条短信 只有四个字 有事请假 他后面问的一句话 犹如石沉大海 承俊拧了拧眉 直到要开饭的时候 他才接到来自学校的电话 他疏然起身 陆赵颖正拿着筷子 一愣 俊也 你去哪儿 他在警局 承俊拿上外套 一边往门外走 一边低头在手机上找号码 陆赵颖本来是笑着的 听到这一句 也是愣了 直接起身 警局 承俊口中的他是谁 陆赵颖自然知道 肯定是秦燃 也放下筷子起身 怎么在警局啊 承俊不清楚情况 只示意他拿好车钥匙 王江汇过来了 承目跟在两人身后 目着一张脸 江回 他认识 江东叶的小叔 之前他听说 被江老爷子 发配到了哪个 三线城市 原来是云城 不过 有必要这么大动干戈吗 高中生之间的事 都要惊动交回 杀鸡烟用牛刀啊 一中边的酒楼包厢 都在一中 怎么没把冉冉带过来啊 林奇笑了笑 听他妈妈说 冉冉在学校 很受欢迎呢 秦宇手中的杯子 碰到了朱颜 心烦意乱的 月儿 你妈呢 她说有点事 怎么到现在呀 林奇听到声响 看过来问了一句 她等了有一会儿了 没见到宁琴过来 秦宇拿着筷子 低着眼眸咬着唇 应该在警局吧 警局 林奇一愣 下意识地放下菜单 林婉也抬眸看过来 姐姐刚刚在学校 跟人打群架 被警察带到警局去了 我怕她们有什么事 秦宇叹了一声 林奇站起身来 皱眉 不会出什么事吧 我去 她站起来 还没说完 就见刚进来没多久的 林锦轩起身 拿着纸巾擦了擦手 爸 您跟小姑先吃饭 我去警局看看 林锦轩在云城 算是有头有脸的人 手中的人脉 并不比这个做父亲的差 林奇迟疑了一下 跌跌头 行 那你去看看 有事给我打电话 金鱼看着林锦轩的背景 她还从来没有见过 林锦轩对谁的事这么伤心 爸 我有点担心妈妈跟姐姐 我跟哥一起去吧 小心点 林锦想了想 倒是没拒绝 这边警局 听到徐奶奶口中的 那个沈菊 宁情就慌了 一旦牵扯到这些人 她哪里还能应付 她让民警赶紧 带她去见秦燃 人家孩子 被你女儿打得不轻 我们到的时候 她一只胳膊都软了 伤情鉴定还没拿过来 民警看了宁情一眼 他们要真实追究 两年老与志在跑不了 宁情心神不定地推开门 竟然一手锤在桌下 一手撑着下巴 微微地闭着眼 听到声音 微微地抬了眼 看到人 她挺烦躁地换了个姿势 你怎么来了 她没有说宁情的号码 这件事她做了 自然有办法收场 秦燃 你是不学好了是吗 打的人还是许慎 许老师对你有知悦之恩 你对得起他吗 宁情咬着牙开口 若让她回到开学前 就算秦汉秋不要她 她也不会把秦燃带回来 你知不知道 他们追究下来 你要坐牢留下暗底 这一辈子就毁了 秦燃往后靠了靠 漫不经心地勾了勾唇 眼底一片的血色 依旧是那副 完事不公的样 欧了一声 宁情闭了闭眼 你马上去给徐奶奶 好好地道歉 还有你徐老师 如果他们能不追究更好 若是追究 宁情抿着唇 等这件事了了 她就送她去国外 留在云城 早晚都是给她热麻烦 我在林家的脸 确实被你丢光了 秦燃 门外 几个民警都没敢揽这件事 徐奶奶说了 要找沈局来 涉及到沈局 这些民警 哪里敢随便乱来呀 一个个老老实实地挡着 宁情带着秦燃出来 要给徐奶奶道歉 外家那群少年 不大的办事厅里 几乎挤满了人 宁情拉下脸 去给徐奶奶陪笑 来云城这么久 她做事样样小心翼翼 还从来没有跟谁 这么低声下气过 哼 你现在说什么都没用 我孙子还在医院 徐奶奶恶狠狠地盯着秦燃 这件事啊 我们一定会追究到底 宁情这会儿彻底没辙了 只能把自尊心踩在脚底 拿起手机去找林奇 只是还没打电话 就接到了林锦轩的电话了 这个时间点 警局的人大部分都下班了 林锦轩身高腿长 在一群人之间气质突出 一看就不是什么普通人 她四处看了一眼 看到了人群中的秦燃 她靠着墙站着 抿着唇挺桀骜不驯的 林锦轩脚步稍顿 往人群走了两步 停在宁情的身边 阿姨 怎么回事啊 宁情张了张嘴 好歹心算是有些安定了 她这个继子的能力 她清楚得很 林锦轩又找民警问了两句 你们都是秦燃的家人 徐老太太尖锐地看着林锦轩 我告诉你们 这件事绝对不可以私了 我孙子手都被她打断了 还在急诊室 她一定要去给我坐牢 关键 您的心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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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心寂是